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周深还回应在演唱会哭是因为感受到十足的安全感 这是与粉丝间的双向奔赴吧 与此同时 如果歌迷见到周深被激动哭了 他又作何反应呢 此外 周深说认为绝了的舞台是我的生命 这就是粉髓偶像吧 快来看一下吧 提到不想睡的意义确实都是懂得都懂 但宝贝这段描述好有画面感哦 就像是和卡布和最早开始听他唱歌的布丁 拉住彼此一起往前走 他一直在走这条路从未有过偏移 于是在这条路上遇到了越来越多喜欢听他唱歌的人 大家彼此打住招呼分享住路上的风景 像很亲近的朋友一样一起向前走下去 想住画面就好治愈哦 这是我能免费上的周深的声乐课吗 画面整洁我先把这个 我觉得看完之后 应该又算是一个flag倒掉的一小瞬间 我一直以为是你要去各方面去考虑到他的情绪 或者是所有的方面吧 所以我觉得老师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职业 感觉好像听到了flag倒掉的一个声音 说实话在做那些事情是没有在在意 是否有那个摄像机在记录意义的事情 唱歌唱 唱歌最原始的意义就开心就好 其实不需要很大的技巧 你要把它全部唱好 各方面各方面全部适合之后 最近怎么普通话推不这么多歌 每个人的音色和音域和他喜欢的风格 和他嗓音都是不一样的 唱出来的时候 当你无论在任何时候 你唱出这首歌 那个人就一定会觉得你真好 一起去唱达拉绷巴 他们却记得清楚达拉绷巴般的 被迪布多比鲁公的名字 周深演唱会哭了 正好刚刚聊到的演唱会 对 然后最后好像眼泪没有掉 所以我在现场我就说的是 行嘛我哭了 所以我在现场我说的是 我不管我没有哭 但后面自己想了一下 其实你没有办法抗拒被真情打动 每一个歌手演唱会纪录片 在开演唱会之前 我都在想 真的会那么控制不住哭吗 但在开自己特别小的歌手 可能就一千多 就是一个很小的场子 但是完全就忍不住要哭 因为就当下面所有那么多人 就是我们以前 我们那个年代 现在我就不知道有没有 有那个就是把 就是把自己交给对方 就让个人感觉到 非常十足的安全感的时候 你就会忍不住会被戳到 你心中最软的那 我还好 我是个很感性的人 当我看电影我也经常大笑 或者大哭或什么之类的 就对 包括你看我老憋着他 不影响别人的前提下 去让自己去跟所有的情绪去和解 我觉得这样可以 就是会觉得 但后面因为的确也有见到歌迷 会这样很幸福 就会能够被这么浓烈的爱 去包围 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福的歌手 然后再提出很多意义的吧 你会这样觉得 所以后面你会开始去 接纳他们身上的那一份 可能害怕 我一般不会让他出现这个 的话肯定要在演唱会了 因为你会 因为所有人都是 专门来看你的 演唱会对歌手来说 他永远是一个 或者下面所有的人都会 愿意去回应你 我觉得这份感觉 没有办法去形容的 与歌迷有关系吧 就缘起 就我不会知道 大家是从什么时候 去听到我唱节目里 综艺里 或者是电视剧里 电影里 动漫里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也很好奇 我们的缘是从何而起 在卡布 还在 就是说还在网上 给大家唱歌的时候 我都会在用这首歌结尾 我就是在这首歌里面 也包括带着 从一开始就听我唱歌的 那批人一起往前走 然后慢慢 在很幸运地 接受到现在的生命 懂这个点 但是那个时候 你就会觉得 懂得都懂 第一反应是诧异 就是我做什么了 然后后面一开始舞台 说好开心 很多时候 甚至会觉得 有点点小奢侈的一个事情 所以看到这个时候 会好奇 可能某个综艺的片段 或者怎么样 但点进去是舞台的时候 我觉得很开心 说 巨事啊 没有固定巨事 就是看到 觉得这样的感觉 就是感觉被采访 也会很安心 然后很好的表达 还像我们摄像老师 也特别好 刚才有问这个光 我是个爱人 你是个爱人 我也是个爱人 你是艺人吗 我肯定是爱人 我特别爱人 我百分之八十五的爱人 老师您是百分之的 吃到好吃的东西 我就会绝了 觉得非常好吃的东西 我觉得 就会觉得绝了 或者是看到非常好 演唱会 但我觉得绝了的是 我的生米 我的歌迷们 就每次 说实话一开始吧 麦克风 地下温温那个时刻 马上听到生米们唱得 唱得好好 我觉得真的是绝了 怎么唱得这么好 我又看到很多 其他 说实话 我记得